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經理到出外景的地點非常近 今天一樣是在坦子 那來到這裡的話是坦子千瑞汽車服務中心 那這裡的話我們先來邀請千瑞的老闆 來自我介紹一下或者是跟店面的一些介紹 來 老闆好 大家好 我叫阿璇 然後這個 我們的店就是在坦子這邊 坦新路二段222號這邊有門牌 然後我這邊本身有經營馬子達2的車隊 然後甚至進來還有一些 就是混動車系的車友有慢慢加入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創一個混動的無差別 然後就是歡迎各界就是 一樣是混動或是馬自達同好的話 可以來我們這邊可以做維修或是改裝之類的 然後再來我們的那個 因為我跟KT的那個公司很近 對 我們很近 然後就是送貨的話會比較迅速 然後服務也比較快速 對 就這樣子 OK OK 謝謝阿璇老闆 那也當然很謝謝 第一個我們真的距離是超近的 所以要訂貨啦 日後要做售後服務 還有昨天經理呢 到一個店家 哇 這個觀念呢 跟阿璇老闆一樣都非常非常棒 譬如說 避震器呢是需要售後服務的 也就是說 即便KT用那麼棒的阻尼油 那麼棒的油風 可是三五年後他有可能會有漏油 有可能會有衰退的狀況 那就需要做售後服務 那距離 彼此距離這麼近的話 就是最棒的一個優勢啦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阿璇老闆 自己呢也是馬自達的車主 所以店裡面就有安裝KT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做試乘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老闆的馬自達2好了 好 來 來 大家裡面請 那這部馬2 也安裝了KT的道路板的避震器 那當然一些基礎的改裝 也都改裝完畢了 譬如說輪胎啦 旅圈 甚至是煞車 哇 這個煞車也是AP的 也是很棒的煞車 然後還有一些大包的部分 那主要是這一台 老闆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有很多的部分 因為譬如說這裡的底盤的基礎改裝 也不只是改裝KT的避震器 包含很多的改裝品 甚至是一些基礎的保養 都是阿璇老闆很在行的地方 那這一套的道路板的避震器 它的懸吊系統跟等一下要介紹的 馬自達3是不太一樣的 這一台的話前面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是一個脫衣幣的系統 所以這一部車 安裝的KT的道路板 其實也有幫很多的馬自達2的車友來服務過 那這一款的混動系列的話 在檀子這裡 在地 這個是老闆自己的車 所以很歡迎車友們 覺得在比較避震器的時候 經理常常說了 在網路上詢問 每個人需要的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最棒的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就是有實車來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有興趣的話 很歡迎跟阿璇老闆來預約 來這邊試乘看看 那覺得產品滿意 老闆立刻到KT 辦理組回來幫大家服務最快了 好 那我們轉入正題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呢 是這一台的三代的混動馬三 那三代的混動馬三 我們有開過直播了 或者是有很多一個安裝的實例 那今天來到這邊安裝的版本 一樣 是KT的道路版 我們先來看一下 阿璇老闆已經把 他原廠的BNC拆下來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原廠 他配備了18吋的 21545 18的 也是18吋的 這個旅圈 樣式也很受到車友們的歡迎 那 唯一 經理覺得 這個旅圈 有一點點需要改裝的地方 就是 第一個它的重量 這個旅圈我們撐過 好像12 12點多公斤 那一般來說 如果換到炫壓 哇 單一個旅圈的重量的話 就輕了還蠻多 那 如果有需要 這樣改裝的需求 那個 這邊的話 阿璇老闆這裡 也都有辦法幫大家來做服務 好 那這邊是 改裝之後換下來的原廠避震器 這個完整度還蠻高的 因為 譬如說前面的上座 後面的上座 其實KT的話 都有附上座 那這些零件 都不需要 再拆下原廠的來沿用 譬如說 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那這台車是16年款 其實車零還很新 這個避震器的上座 相信啦 狀況其實都還很好 那 不沿用的話 其實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萬一這個車零比較久的時候 那我們把原廠的避震器拆下來 萬一裝上去的時候 有異音 那到底是他原廠避震器的問題 或者是KT的產品有問題 就很難做一個釐清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當機師在拆裝的時候呢 他需要把這個拆開 來沿用原廠的上座 在安裝上 也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有可能像這台車就還好 它比較沒有一個 特殊的方向性 那譬如說是 Kemory 或者是前幾天 我們安裝的 Volvo的V60 它的上座就有一個特殊的角度跟斜度 那沿用原廠的時候 就比較有機會去 安裝上有一個失誤的狀況 但是 如果KT有附上座的話 就不會有這樣狀況了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後方的話 我們也有附上座 所以它後方的上座 也是可以拆下來 就不用再做分解 那這個阻尼 我們其實輕輕壓就壓得下來 所以這台車 它的基本上的設定呢 是設定的比較舒適的版本 所以它 一般要舒適OK 可是要做比較激烈的操控 或者是說 像KT一樣要把車高降下來 那原廠就沒有辦法 應付這樣車主的需求 像這個其實還蠻軟的 所以這台車的基礎設定 它都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還蠻長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阿萱老闆已經把BD 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好了 後方的話 KT為了這台車 所設計的彈簧 其實公斤數並沒有很高 我們設計才5公斤而已 那這部車是四門的車款 我們之前有開過直播 好像四門我們都有吧 然後有拍過很多的照片 在YouTube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觀看的話 YouTube也都搜尋得到 你打KT Racing 然後空白Mazda3 就能找得到 這樣相關車款的一個直播影片 那後方的話 這個車主 本來就已經有改 仰角調整器 所以這個的狀況的話 也都是對日後 叫做角度的調整 都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我們先來解說一下 KT的改裝邊緣器 我們再來解說一個 仰角調整器的部分 後方的話 KT所配置的彈簧 我們特別把彈簧拉長 所以彈簧的長度是220mm 那它的彈簧公斤數是只有5公斤 那這部車的底盤架構 其實它是模組化的 包含了Mazda6 三代的Mazda6 還有CX5 還有CX9 它的底盤架構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唯獨只有配重上 所以當這部車改了Mazda6的三代之後 KT所配置的後方的彈簧公斤數就變成6公斤 所以它的基本架構都是一樣的 可是到了CX9 CX9 它的後方彈簧也差不多 但是它的 筒身的行程長度就會多了3公分 所以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 都是同一個模組化 只是因應車重的不同 來做彈簧跟主擬不同的匹配 但KT所有的車種 我們都有供應 後方的話 上座KT就有附了 在上座的下方 它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讓車主 可以自行調整軟硬的 我們如果從這個地方 往順時針的話它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車主就能夠自己做軟硬的調整 那車高的調整是在這裡 我們如果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拉長 它配上後方彈簧整體長度拉長之後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那這一部車 我們能夠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其實做得蠻寬的 大概最高的話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輪胎上圓 到葉子板大概半指幅左右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其實是很寬的 那第二點就是當它調高之後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去調整車高 所以調高跟調低整體的乘坐感覺 是差異不了很多的 當然我們可以在路上常常看到一些超跑 它的車身是很低矮的 所以車高調低 自然它的重心變低 超駕感一定會比較俐落一些 可是當這樣的多靈感懸吊系統 車高降低之後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後輪的角度呢 它Camber的角度會變得比較爬 那這樣的狀況 因為原廠這個底盤系統 它後方的話並沒有辦法調整Camber 只有辦法調整速角而已 所以當車高降的降幅比較大之後 唯獨就只有依靠這個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才有辦法來校正後輪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車流的觀念也很棒 因為它已經有改裝了仰角調整器 所以當你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自然在定位的時候 就有辦法做得比較不會吃胎的狀況 所以這個都是很棒的一個 基本升級的改裝品 只是這部車如果要裝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它裡面那顆螺絲是有卡住的 所以它要拆了不少東西 後方的那顆螺絲才有辦法抽出來 所以這台車安裝仰角調整器的時間 會稍微長一點點 後方的部分的介紹到這裡 前面的話以這部車道路板來說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前方的話也有配置的上座 上座這台車要調整阻鈴很方便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上座在這裡 它不是藏在飾板的裡面 所以引擎室打開從這裡就能調整到阻鈴了 那調整的方式 在KT的一個阻鈴旋鈕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H的方向往順時針 H的話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 S就是變軟 那調整軟硬的秘訣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左右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那經理常常在做解說的時候 會常常跟車友們介紹 就是我們自己在調整阻鈴的時候 還有一個東西比阻鈴更重要的 就是胎壓 像這樣的日系車在駕駛座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都會有一個建議紙 這台車還有沒有 在這裡 這台車的貼紙貼在這裡 像這部車他就會建議原廠的胎壓 大概是33PSI左右 這裡 所以我們在調整胎壓的時候 建議要依照原廠的建議數值 像這台33 那我們就大概冷胎壓 均溫的時候胎壓是打到33左右 是比較適合的 如果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也許打得過高或者太低 譬如說打到30 那高的話39、40 應該都還可以 因為原廠的避震器比較軟 那它地面回饋感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的明顯 可是改裝避震器不同 改裝避震器尤其像這樣 18吋的胎圈 它的扁平比才做四圍 所以它路面回饋感一定會很清晰 那所以這樣的胎壓 它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如果輪胎是使用 普利時通 哇它的胎幣比較硬 它的路感回饋就更直接 所以對胎壓的要求又更高了 那我們胎壓 就依照原廠的建議數值下去打就可以了 胎壓OK之後 再來才是調整阻泥 所以順序的話 建議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胎壓的部分調整完畢之後 再來就調整阻泥了 那車高的部分是給 專業的技師來做一個施工 像後方的話 剛剛經理忘了介紹到 像這裡阿萱老闆的話就非常非常專業 因為它有很多安裝改裝避震器的經驗 可是後方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其實最怕什麼 最怕筒身調的太短 把彈簧壓縮過多了 那就造成了會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 一定會不好做 第二個 筒身遇到坑洞彈開的時候 會有咕一聲會有音音 第三個筒身的壽命 如果一直有音音 沒有去改進它 沒有安裝好的一個失誤 就會造成筒身壽命的縮短 所以在改裝避震器的這個安裝的領域呢 是建議車友們要找一些比較 像阿萱老闆這裡 會對這些細節比較在意 比較專業的店家 那前方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比較沒有特殊的安裝技巧 前方的話就只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當車高調整好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把它選緊就好了 那其餘部分的話 KT所做的一個產品的完整度相當的高 譬如說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還有離載串的話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包含離載串的話 也不需要再多花費用去改 可調式的啦 改短的 我們直接沿用原廠 其實Mazda大家都知道 它的這些零配件的品質 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沿用原廠離載串 算它的壽命的話也都還蠻長的 不需要很快就需要再做一個汰換 那前方的話 這一台車我們配置7公斤的彈簧嘛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每一支的直播影片當中 都會特別跟著我們來做介紹 譬如說 KT所使用的阻尼油 我們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阻尼油 那IP的油品是一整桶200L 從意大利運到我們工廠裡面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唯一還是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的單價成本還算是比較高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所使用的油封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像這樣Mazda的車系 很多的車友會推崇的品牌是Tim Tim的其實乘坐感也相當的不錯 那只是它的製造的一個方向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比較高階有比較低階的版本 Tim的話的產品也都相當的不錯 那Tim的話很受到Mazda車友的推崇 它的壽命的表現就相當的不錯 所以壽命表現不錯 最主要的零配件就是在於油封 那Tim所使用的油封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KT的使用的油封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整體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一個工廠 所以像這樣避震器 其實用久了之後 即便用那麼好的油品 用那麼好的一個油封 可是久了還是會壞啊 可能三五年之後還是會裂化啊 那之後就可以來到像這樣的店家 可以為大家來做服務 做售後的服務 譬如說可以把它拆解 更換裡面的主靈油 更換裡面的油封 那更換重新整理之後 一樣就像新品一樣 能夠繼續來做使用 這個是在歐系很多的 一個很大的品牌 他們在使用說明書裡面 手冊裡面就會寫到 大概幾萬英里 就需要做一樣這樣的保養 那台灣很開心 陸陸續續都有這樣的觀念 包含很大的品牌 KW 這個在台中也已經設立了維修中心 貝士登在高雄也已經有設立維修中心 所以這樣的觀念在車友裡面 在店家裡面已經慢慢慢慢把它串聯起來 那KT 當然有辦法做這樣的專業的售後服務囉 好 以上是今天 三代混動馬山的一個直播的一個分享 有時候要再介紹一次工廠 介紹一下工廠 指的是我看一下 介紹工廠 介紹工廠 你指的是這邊的千瑞這邊嗎 千瑞這邊的話 這裡是專業的 馬自打一個改裝的店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門牌 門牌在哪裡啊 在這裡 來來來 來直接 直接 Tag這個門牌 這個到嗎 這邊 這個這個夠大了 在這裡 這裡也有QR 看看能不能直接這樣找 RAV4有裝嗎 RAV4 RAV4也有啊 RAV4的話 也可以到 Youtube 或者是 Youtube裡面應該也搜尋得到很多很多吧 RAV4做的可多囉 三代 四代 四點五代 包含最新上市的五代呢 KT都有辦法有支援 那這裡的話 很歡迎大家來 先來這裡來試乘 覺得滿意啊 再來跟那個千瑞的老闆 阿璇來訂貨就好了 還有沒有 其他問題 它是做KT KT的工廠 KT的工廠的話 我們製造的是一個 專業改裝的避震器 那KT的避震器 高低 軟硬能調整 包含一些 氣壓的避震器 氣壓的話 氣壓式的避震器 KT的工廠裡面 也都有實車 可以來做試乘 還有一些底盤的改裝件 譬如說 煞車的部分 就是我們KT 都是一些 我們載行的地方 我們KT的工廠 那我們KT的工廠 是在台中的殘子 跟這個千瑞這裡的距離 都算很近 比如說價錢 價錢的話 價錢的話 KT的日系車 日系車的完工價是兩萬六千塊 可是有一些特殊車種 那個算是比較特別的 就要另外詢問 譬如說 我們前幾天有直播的 Toyota的Supra 這個算是日系車吧 但是它的基本架構是歐系 所以這個價位就會另外 或者是說 我們也有做 也有做東銀戰神 Nissan的GTR 這台GTR 這台GTR的話 它的價格也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一般日系車 像Mazda的車系 大概都是兩萬六千塊左右 是韓系的 韓系的話也是一樣 像昨天 好像還是前天吧 有一個是在台南安裝的 這個還蠻冷門的車系 是KIA的KONIC 這個 不對 KONIC STONIC 這個是小修理 這台車的話 是在台南的車友安裝 反應也都不錯 那韓系車的話 我們都大概也都是兩萬六千塊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了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 來到彈指 千瑞汽車的一個直播影片介紹 那如果車友們 有興趣想要試乘呢 要趕緊跟千瑞的老闆阿萱來聯絡 這裡都隨時都有準備試乘車 來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以上謝謝大家的直播 收看 謝謝 拜拜 好 辛苦